各州州長劉森星期二發信給校區 敦促他們限制學生在校園內使用智能手機 此舉旨在提升學習效率 同時回應了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及兒童心理健康影響的全國性辯論 劉森在信中強調 限制手機使用有助於學生在學校專注學習 此外美國衛生總監Rivic Murphy於6月呼籲國會 對社交媒體平台實施警告標籤 雖然很多學校已經實施手機禁令 但執行情況不一 學生仍能夠找到人藏手機的方法 一些家長亦表示禁令可能會在緊急情況下 阻斷月小朋友的聯繫 南卡羅來納州教育委員會也考慮了類似的指導方針 要求地方校區在課堂時間禁止使用手機 但最終投票被推遲到下個月 而便有更多時間制定提案 天鵝或是記者 編輯報導 這次是 年齡就太棒了 我一直以為 隨便走 我一直以為 都會有同意地 都會有在學校區的 我一直以為 我一直以為 我一直以為